大家好,我是夺舍失败的野普 今天接着来讲爱影大人 卡盖诺家族有一对姐弟 姐姐是从小就被认为比弟弟更有前途的魔剑士 弟弟总体而言比较平凡 头脑和运动能力还算不错 只是不论他做什么事都平平无奇 如果把姐姐当做主人公的话 弟弟就是主人公身后的路人家 不相称的弟弟 周围的人给予他这样的评价 但姐姐非常讨厌别人这样评价他的弟弟 画面来到4月3位旗下的一家餐厅里 拿下冠军 姐姐似乎满路了好一阵子 闲下来后的姐姐开始每天纠缠男主 逼不得而已 他只好举办这次庆功宴 有意思的是 男主订的明明是期间限定 超年价穷人爱新餐 不愧是我的弟弟 挺能干的嘛 这家餐厅本来就很高级了 你竟然给我订了个特别喜 很明显这一切都是噶马的安排 实际上我4月3位的会长是朋友 然而姐姐肯定是不信的 我愚笨的欧多多啊 没想到连杀魂都不会 我明白的 为了我的这一天 你付出了很多努力吧 许久没见姐姐这么微笑 男主想着就让他这么认为也不错 恭敬往昌时姐姐提到 今年能得到冠军 也许只是运气好罢了 安妮罗杰输掉比赛 爱丽丝起拳 爱因为啥会出现在那也是个谜 男主心里小开了花 那样的结局就是他想要的 自己的即兴表演也堪称完美 唯一意外的就是 罗兹公子的闯入 他真是个有野心的人 居然把富王杀了 他也想和小莫一样 成为发动盘乱的歧视吗 话说你有好好看姐姐比赛吗 当然有啊 你一边竖起大拇指 一边砍翻对面的样子帅爆了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姐姐很是担心弟弟的未来 凭他这种平庸的成绩 将来是找不到好工作的 弟弟表示以后的事以后再想 只要是他喜欢做的事 什么都可以 至于喜欢做的事是什么嘛 那就是秘密了 终上对话姐姐得出一个结论 现在的他根本没有什么想做的事 那你就把秋季家控下来吧 吸血鬼始祖吸血女王的讨伐行动 就要开始了 到时候你也跟着我来吧 完成后他们并肩走在 夜晚的王都街道上 实际上最近吸血鬼的手下 开始在街道上袭击人类 周边国家的魔剑士聚集起来 达成一起讨伐吸血鬼的共识 虽说是团队 但也没有个团队的样子 心急的家伙已经出发了 虽然吸血鬼很早以前就被歼灭 但在那无罪的都市里 依旧存在着吸血鬼 姐姐想要带着弟弟一同前往 也是为了他的未来着想 只要有了攻击 就可以向骑士团推荐了 姐姐自信且无畏地拍着胸口说道 就在这时一股血腥味随风而来 腥味非常重 王棒牌的姐姐也察觉到了这个异常 他随手轮起跟钢管 朝血腥味的方向跑了过去 朝里头走没几步 便发现暗巷里有个蜷缩的身影 那个人也察觉到了他们 只有咫压咧嘴的朝姐姐扑了过去 结果被姐姐轻松砍翻 倒在了弟弟面前 弟弟发出了久违的尖叫 下一个瞬间 挂偶的头被钢管逛穿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没事千万别者地控 没想到狮子鬼已经开始现身亡毒了 狮子鬼原本也是人类 姐姐的语气有些微弱 最近越来越害怕 说不定那天我也会失去理智 变得和他们一样 这点你可以放心 姐姐本来就是没有 弟弟还没说完 就被带着伤感表情的姐姐 奋力全打在脸上 姐姐会担心也是理所当然的 传言 我只公主也是耳膜平衣 做出师父行为的她 在这种的眼里就是失去了理智 而自己幼时也出现了耳膜平衣的迹象 但是某一天黑斑突然全部消失了 尽管如此 姐姐还是担心有一天会复发 然而实际上她的黑斑是弟弟自豪的就是了 弟弟用着满脸是斜的表情 安慰姐姐 像是不想被弟弟看到自己柔弱的样子 姐姐起神转头说道 我开玩笑的啦 骑士团好像过来了 我们快点过去吧 画面来到宿舍里 贝塔正在和男主做计划定期报告 这段简单概括一下就是 贝塔说贝塔的男主思考男主的 此时在男主眼里 他们依然是在玩过家家 姐姐担心自己的未来 总而言之 之后的第一目标就是想办法赚钱 无罪毒死 听说里面有很多强盗和恶人 在那里久违的狩猎强盗也是一件没事 想到这男主激动的开始颤抖 一般的贝塔以为 爱影对他们的计划有不满的地方 爱影随口说了句 贝塔 你好好看看今晚的月亮 颜色为什么变红了呢 贝塔惊讶的喊道 难道 这个现象就是传说中的血红之夜吗 真不愧是爱影大人 我怎么没意识到这件事呢 我现在马上就去派人处理 爱影拦住了她 正好球技价才会和姐姐前往那里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难道你打算独自前往处理吗 爱影大人 有什么不满的地方吗 所谓月亮变红的故事 不过就是染红的夜空罢了 你不觉得很美吗 贝塔仅有一秒的露出崇拜的标筋 所以有一本正经的说道 装说中的血红之夜 在爱影大人面前也毫无意义可言吗 真不愧是爱影大人 爱影端着红酒内心OS 真不愧是贝塔 虽然我不知道为啥月亮会变红 总之她能这么善到的陪我玩过家家 真是太好了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这两个月我都会比较闲 所以只要三连给力的话 日更都不是问题 最后感谢各位的金主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 最近我突然想起 我好像还有好多饭没掐 哎突然觉得自己也是一朵奇发 搁起来连饭都懒得掐了 不过最近是真的饭都吃不起了 所以可能会在动态掐掐饭 嗯那么我们下期见 拜拜